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part 2美丽教助 首先我们要恭喜昨天看老师节目 以及猜到什么 老师昨天在这边讲的 我带特别会员布局的一档汽车零主件 那是哪一档呢 我们现在就来公开 而且今天早上怎么样 没有多久就从涨停板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档 好我昨天在这边讲 你看一下我说这档个股 这个外资才刚买对吧 然后整个跳空 它的线形是什么 还没有碰出的时候 是在这边做一个整理对不对 结果今天整个跳空向上 好那昨天晚上怎么样 老师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发现昨天外资买了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外资买了1452张 主力也买了942张 所以说外资跟主力昨天才刚进场 那你们想知道是哪一档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就来在这边公开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档个股我昨天 这个是昨天给的周线 我说这档个股 周MACDD跟帆红对吧 周KD才刚交叉向上 而且怎么样开口慢慢的扩大 好我们先来公开一下 我们先公开好了 你看一下这档是什么 金莲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今天一大早 老师还在带会员的时候 我的Light粉丝团的朋友 他就怎么样 他就敲老师 他说老师 今年涨停板了 他说他昨天看节目就怎么样 就猜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多快涨停 他不到9点半 就拉一个涨停板 好那我也说 接下来我要带会员做的股票 是什么 就是值利率 高值利率的个股 好我们看一下 他这档个股呢 其实他什么 他也是营收双帧股 对吧 他月增77% 年增多少 45% 那我说 他这个雷射标签 电子标签怎么样 他已经怎么样 在Android系统已经开始上架 那他今年呢 就是8月会在哪里 苹果的App Store 他也上架 好那重点 昨天会找到 他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首先第一个 他股本不大 我说他股本才7亿多 再来他符合现在的什么 营收双整股 对吧 那重点呢 其实就是说 老师喜欢做的股票是什么 他在还没有起涨的时候 他是什么 量缩整理 但是开始要涨的时候是怎么样 出量 那我带大家看一下 好你看一下他的日线图 你看老师是买在昨天一开盘 但我是在前一天晚上找到 对不对 我用策略悬股找到 那你看 他还没有开始涨的时候 你看我们看这边量价 他是呈现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有没有 那我一买的时候他是出量对吧 而且你看他的KD也是持续向上 好那亲爱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从昨天一大早到今天 这档个股价差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好你看喔 像老师自己有写指标 对不对 他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前天的时候指标 然后就出现一个做多的这个指标出来 对不对 箭头 那我是买在这个昨天一开盘 对不对 那你看喔 如果从一开盘到今天的收盘 其实价差是多少 5块6 那5块6的概念是什么 一张等于是5600 那通常这个如果你比较积极一点的 你买了100张 你一天对隔天睡一觉起来 哇你的财富增加了多少 56万 那如果说你是保守的上班族 你就说好吧那我买个10张 那今天一需要睡起来 今天也不错增加了多少 56万 那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 好那你说老师接下来还会涨吗 会 为什么会涨 因为他今天怎么样 他锁蛮多的 而且是什么 刚起涨 你看一下 他才刚起涨 你看他昨天之前 其实他整理蛮久都量缩 对不对 然后通常呢 这几天都是什么 价涨量争 而且呢 他是这个营收双争股 会涨怎么样 涨一阵子 而且我发现最近的强势股有一个特色 他只要创高之后 会这样 一直上涨 而且是什么 涨不停 所以说呢 像通常老师的习惯是什么 我买在起涨点对吧 像这档个股 老师买在什么 老师买在起涨点啊 我买在一开盘价对 三十六附近 然后呢 今天到四十二点四 拆刚起涨 我们就怎么样 放着让他涨就好了 让这个什么 股票成为我们的什么 提款机 对 每天涨我们荷包 就增加一点点 每天就一直增加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老师前天说什么 我带特别会员买什么 提维息对吧 好 那今天呢 报纸也出来了 报纸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 他说 提维息今年的营收怎么样 上供200亿 那等于是什么 今年营收会成长啊 因为去年才192亿啊 那我也讲过 提维息他怎么样 他受惠什么 北美这边 受惠北美售后维修 对 那提维息在北美 就有四占也蛮多的 他主攻北美 再来呢 大陆推出新购车刺激方案 这个我昨天都说了 为什么接下来老师要怎么样 我要带大家做的是什么 车用零组件 因为车用零组件 这一波怎么样 今年怎么样 还没有涨 那你现在买的时候是什么 很安全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也说这档提维息怎么样 你看哦 他现金殖利率达到5.87% 有没有 再来就是刚讲的 美国最大产险公司 扩大采用售后这个零件服务嘛 那提维息他是什么 他是里面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呢 他今年的业绩会比去年来的成长 那再来是什么 其实再来就是现在的话题啊 就是营收要双征股 那提维息刚好什么 他5月的营收是多少 成长2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这时候 就要验证老师的什么 选股功力 你要看一下老师是 每天涨的股票都不一样 每天涨停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老师习惯什么 我每天在这边跟大家什么 追踪一下老师手上的持股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提维息今天怎么样 他今天尾盘就涨了多少 5% 来看一下提维息 你看涨了快5%对吧 so 36.95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买的时间点 老师是买在这个前天对吧 带特别会员买在多少 31.25对吧 好那今天搜36.95 好 123 三天都什么样 持续上涨 那价差是多少 我算过了 价差是5.7块 那报酬是多少 20% 好那我们来算一下 假设你是一个小资族上班族 你买了10张 那也获利不错 10张就赚5万7也是等于一个月的薪税 那假设像老师这个是特别会员的嘛 对不对 他买100张 就多少 57万 那我们来算一下 我前天是先买提尾锡 然后呢 昨天买这个3652嘛 对不对 你看今年 好 这两档的位阶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你看这两档的位阶 好你看一下这两档位阶 老师的介入点是不是都很像 而且都是低位阶 你看这个今年我是在昨天一开盘买在这里 对不对 那今天持续涨停 而且是上涨 好那提为锡呢 我是买在哪里 我是买在这里 有没有开盘价 那连续涨3天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看一下来 反思觉得说 哇跟老师的股票是什么样 很安心 重点要安心 安心再来什么 就会安全 那安全就会怎么样 如果安全又可以赚钱 那真的叫做什么 就达到我想要 我出来当老师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我的初衷就是什么 我要让我的会员 让观众朋友看我的节目 最终达到什么 快乐的财富自由的人 其实我觉得 投资股票其实是可以很轻松 如果像我这样子在带会员的操作模式 真的可以说是什么 我的会员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快乐的投资人 也可以说是快乐怎么样 未来如果照我的方式走 可以当快乐的财富自由的人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什么 大盘 那昨天晚上 连准会果然像我预估的说 六月是怎么样 暂缓升息 好那暂缓升息过后 你是否记得老师天天都在这边讲这一章 我真的是天天讲 讲到怎么样 你都会背了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天天讲 我要跟大家说 这一波真的要怎么样 好好的把握 好你看一下 Fact停止升息后 有两次2006年的6月跟2018年的12月 两次怎么样上涨幅度平均多少 28.6% 那等于是什么 现在开始这个盘 要再上涨多少 28.6% 你听了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日KD的部分 你知道这几天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KD值是呈现一个钝化 但是这两天不一样了 这两天K值怎么样 他已经化解了这个钝化 他K值已经开始怎么样 大于D值了 K值大于D值代表什么 后面还有一大段 那我前几天也跟大家说什么 前五月外资贿赂200多亿美元 去年一年外资汇出135亿 对不对 当时台股跌一年 好那今年外资怎么样 汇入了200多亿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就会怎么样 造成怎么样 台股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技术分析告诉我们 现在的日线图年限走扬 那走扬 2007年开始 有五次走扬的时候 那这五次呢 最多一次的涨幅多少 55%欸 55%多惊人啊 如果你用现在指数 17000多来看 还可以再涨55% 如果是我 那等于是半夜就要赶快挂单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买着 然后呢 一年后 你的股价 不要说55% 这样30%有可能吧 真的蛮恐怖 等于100万就会怎么样 你赚30万欸 所以说现在 如果你还是空手的 你真的要怎么样 好好的把握 真的不要被什么 嘎空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美国华尔街分析师 这样子看喔 华尔街全面看多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目前市场正 弥漫了一股气氛 什么气氛呢 就是投资人害怕什么 错失良机 你看喔 目前市场正弥漫一股 害怕错失良机的心态 而且投资人怎么样 陆续归对 其实这个心态 你要想到 如果你现在在台股 你还是空手的 那我真的觉得你要多 就是我们要 这我们台股的走势 都跟美股走得很像 如果美股的散户陆续归对 你知道的时候 股价也是散户拉上去的 你知道吗 那对于美股会涨 而且美股怎么 他这边写美牛奔腾 意思是怎么样 美国股市开始变多头了啦 会开始一直涨 金金涨 涨不停啦 那台股也会这样子喔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 趁现在怎么样 一万七千多点的时候 真的不要再考虑 不要再空手了 虽然我曾经说 加权指数老师看到万八对吧 但是呢万八不是一个天花板 我看这个月线 万八不是一个天花板喔 如果万八过了他挑战怎么样 有可能是什么万九 有可能是两万 因为这个指数到哪里 不是我们决定的 它是什么 它是筹码决定的 假设就像华尔街分析师 讲的哇 现在市场都弥漫着一股怎么 害怕错失的机会 散户陆续归对 这时候哇 蚂蚁熊兵的力量万八 绝对不是天花板 所以不要预设指数 我们就怎么样 勇敢的进场就对了 我真的很害怕 你就是这一波还没进场 我一万四就在这边说 我看到一万八 好那你一万四没有跟上 一万六没有跟上 一万七没跟上 但是接下来的一万八 接下来的一万九 我希望我邀请你跟我一起 跟我们的会员一起跟上这个 还有30%的空间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老师要跟大家说 我刚刚呢帮大家找到了一档 现行跟昨天我找到的 今年一模一样的股票 而且股本一样是小的 我这档个股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咯 二七五二五八六八 陈通头顾美女老师 硕天43% 华星光25% 健准25% 红硕28% 艾浦23% 即将推出新标股 尽情把握跟上脚步 请您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早上老师是怎么发讯息给老师的特别会员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老师特别会员的讯息 我说精彩啊我们成本在109 现在早上是134.5我们就续报 M31成本732 对不对现在是900以上我们也续报 尹薇 他这个最大这个 细制裁最大的受费者对不对 回答跟超为最大受费者 我们成本在717 对不对早上825我们也是续报 那艾浦呢 其实这档个股 我也是持续的看好他 所以我们就续报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老师是不是找到了一档 我在这边公开讲这个今年的现行 对吧 我说呢这个他怎么样 他整理完了对不对 即将要喷出对不对 好那今天果然就涨停板对吧 好那我刚刚呢下午的时候 我找了一下 哇这档 提材 跟这个金链很像 好产品很像 那我们先从产品来说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这档呢 百分之六七十%是属于工业电脑 好他的大客户是谁 是研滑对吧 然后呢 其实受惠什么工业电脑 笔电电竞 其实什么 他已经有集单了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什么 他第一季的营收 基期比较低 那第二季的营收 基期低就是第一季营收比较差的意思 那第二季随着极单涌入 所以他第二季的营收会怎么样 成长 而且会怎么样 足迹成长 好那像这种个股呢 我刚看了一下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 像这种电子公司 你要看的是什么 毛利率对吧 我刚看了一下 哇他这档毛利率超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喔 他毛利率达到了多少 71%欸 你知道吗 我刚看同业 比如说武丰啊 那一些什么 威强店他们那一些 一样工业电脑的毛利率 都才十几到20% 最多30% 就算是今年毛利率也才30% 但这档毛利率是71%欸 等于是他赚很多欸 好那重点毛利率71%就算了 你知道怎样吗 他的这个本益比才20倍 同行很多 像这个昨天的今年本益比40倍 对不对 武丰本益比也40几倍 他这档本益比20倍 那这档是不是很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线型的部分 这是他的日线图 日线 你看一下他怎么样 头肩底打底完成 头肩底 对不对 而且他已经创短期日线新高 有没有 他之前这边的套牢量 今天都把他怎么 都没有套牢了 再来他今天涨停 他这边是出量的 有没有 出量 再来他什么 KD怎么样 才刚交叉向上 才刚交叉而已 那我们用这个周线来看 周线 我习惯 带日线完 带你们看什么周线 对好你周线 你看他周线 他周KD也才刚交叉 周MACD也才刚交叉 再来是什么 他目前股价已经占上 周的所有的均线 好那我对过来 他有可能挑战什么 2022年2月的高点 你会说老师那高点是多少 他之前的高点在这里 在这里 之前的高点在这边 现在的股价才70块 所以还有什么 2030块的空间 好那重点 这档个股的股本 嘿不大 我只要一公开 跟明天搞不好 就一早上不到9点半 就涨停了 所以我要怎么样 我要把它留下来给什么 给老师的特别会员 我明天一大早 我一定带他们怎么样 9点前就布局好 那如果说你说老师 我也想要跟你特别会员一样 那你等一下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好那我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本周的绩效 滑星光续报今天续涨 你看续涨有没有 老师的股票就是怎么样 就是涨这样 没有破五日前就是这样续涨 已经赚了64% 那你看广运续报对吧 还是续涨对不对 已经来到了31% 好那时间有限 如果你要更多的话 想要对老师说 那你烧老师的light好吗 或是加老师的light帐号 帐号是fion5688 fion5688 如果你烧老师light 每天早上就盘前抢先报 那如果你想要这档个股 我说这档个股是今年第二 明天早上我9点前 尊时代会员进场 想要这一档的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打电话 咯 苏立芬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苏立芬老师照片及简介 成立lighta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苏立芬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人除陈通投顾联络电话之外 个人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